中秋節的水果 我是嘉義慈濟診所 腎臟科球量的醫師 說到中秋節最應景的水果就是 柚子 但是柚子跟葡萄柚一樣 含有一種特殊的成分叫做 芙南香豆素 那這個成分呢 它會去抑制人體肝臟裡面 一種代謝藥物的酵素 所以會影響到很多藥物的血中濃度 包括降血脂藥 抗心率不整藥 降血壓藥 免疫抑制劑 抗癲癬藥等等 這個酵素如果被抑制的話 血中藥物濃度會上升 增加藥物的作用時間 以及增加副作用發生的機率 以降血脂藥為例 就可能會造成肝脂素上升 或者是橫紋肌溶解症的發生 那抗心率不整藥 就可能會增加心率不整發生的機率 降血加藥 就可能會造成血壓偏低 那抗癲癬藥 就可能會增加過敏的風險 所以如果有在服用以上 慢性病用藥的病友們 中秋節的時候 柚子吃的量就要適量 不可以吃太多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聆聽